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武士嘉 又到了周末我们见面的时间 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如何轻松自如的打开 超市里面的购物袋 也就是说塑料袋 我们通常超市里面购物 一种是这一类 白颜色的不透明的 这种比较厚 我们通常拿来这样撕下 这样一打开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是很方便的 还有一类是比较薄的 也就是说透明的这一类的 像这一张是从一卷里面撕下来的 像这两片之间紧密的接触 像这一类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打开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那么就像这一类的塑料袋 我们怎么样轻松自如的打开 我们一种一种的跟他在讲 我们总共谈四个方法 最后一种方法是我向大家推荐的 前面的方法是大家常用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打开这个塑料袋 只要我们手上有水的表面一贴 我们再这样一拧增加摩擦 它很快就打开了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在超市里面购物的时候 往往很难找到我们周围有水 我们不至于为了打开一个塑料袋 专门跑到卫生间去拿点水来打开 对吧 所以有的人就是说用体液在嘴巴里面填一下 然后打开 这种方式我们是不推荐的 因为既不利于自己的健康卫生 也不利于别人的健康卫生 因为超市里面购物的时候 我们需要跟不同的商品接触 而且我们要推一个购物车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拍手的办法 我们把塑料袋的一个脚上 想办法放到我们的手指上面去 这是它的一个脚 手指上面去 大家这样可以看 贴在里面 这个脚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手做成一个小窝 对吧 做成一个小窝 这个袋子让它在后面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就这样轻轻地敲一下 它就开了 这很轻松很容易 这种方式 而且我试过了 每次都能打开 但是它有缺点 因为我们在公共场所 相对于拍手的声音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会影响别人 这是它不足的地方 这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就是说 我们称为搓手的办法 搓手的办法 好 我们在这儿 这样来演示一下 刚才呢 我们这个是右面 我们现在呢 有左面 讲给大家演示一下 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 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脚放在这个 几个指头上 我们先把它加紧 固定 很容易 对吧 然后 再用这个小的拇指 对吧 这个是一个塑料袋的脚 不是中间 是边上一个脚 因为脚上的硬力比较集中 这样打开它比较容易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搓 用这个手去搓 搓搓哪里 搓这 重点搓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 搓两三下就可以了 一搓就打开了 这样这个方法 就是搓手的办法呢 是没有声音的 它不影响别人 但是呢 它的缺点是 搓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塑料袋的这个脚上 它就起了很多这个 揍着 有揍着这个塑料袋 实际上是不影响我们这个 这个购物的 就是说我们的 买的蔬菜 这个放进去以后 对 放进去以后 我们通常印到这个口子 对吧 实际上上面 稍微有点揍呢 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外观 很重要的话 那么这个确实有点影响 你看左边呢 刚才是拍的办法 它是直的 这个右边呢 刚才我们这个搓手呢 就是说它是揍的 边角是揍的 这是第三种 搓手的办法 最后一种呢 是第四种 也就是我向大家 这个推荐的办法 推荐的办法是什么呢 第一步 就是说我们像平常一样 我们的干的手 就在角落里面 就这样去插 就插 通常呢 我发现有一半的这个塑料袋 不管你怎么样 你撕下来以后 这样一插了 它就开了 开了以后不打开 直接可以用了 不进行下一步 假如撕下来 你这样拧一下两下 三下还是打不开的话 没有关系 下面我们怎么做呢 这个手 拿到这个脚上 拿到这个脚上 另外一个手 这样穿在这个里面去 我们要拍手吗 不会拍 我们要搓手吗 也不搓 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袋子放在旁边 跟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是左右这 是拉 对不对 我们说前后这 有一个拧 所以我们一边拉 一边拧 这个拧多大距离 稍微有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你撕得太猛的话 就把这个口子撕坏了 对吧 所以你稍微拉一拉 实际上这个口就开了 所以我建议的就是说 拉伸的长度 10% 最多20%的拉伸长度 你放掉以后 对这个塑料袋 外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只是打开了 这两层 它硬力不集中 不想等的时候 它很容易轻松就打开 我曾经教一个五岁左右 这个小学生 按照这种方式 看看它能不能打开 我教他按照这种方式 先用手搓 手搓很困难 打不开 教他就是用这种拧一拉 能不能打开 发现它每次都能打开 所以算小学的小朋友 这样是没问题 所以这是一种技巧 我也是推荐给大家的办法 好 今天我们谈的是非常小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 轻松自如的开启 超市里面的购物袋 祝大家购物愉快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在下方给我们一个点赞 好 谢谢 我们下次见